300万,300万买的 多少 各位处友大家好,刚起床 然后呢,咱们现在要去一个地方 是那个超市的老板 接受的朋友 他是缅甸的,缅甸人 然后当时说出来呢 给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云南这边呢,寨子里边这种房子还是比较多的 看这小院 这边是民宿吗,您开的 感觉出来了 在这边烤个烧烤的 看看这边 应该还可以露营 晚上可以在这露营吗 咱们杨茜茜这么干 我就不做了,我看看料吧 时间也不早了 里面做,来,化成 大哥,你把料子拿回来 我进来 你做了,好,马上就拿 来,来哥,你做点 这个漂亮 这个是以前老婆结婚的时候 他爸爸送的 很多料 很多 最好的,人家说这个最好 留下这个 当初那你们结婚早了 结婚早了 很多年了 一看就是老皮革 这个皮革有意思 大概你应该也懂一点 翡翠吧 懂一点点 你这个是,这个是什么 藏口的呢 这个是达摩坎 达摩坎的 哦 达摩坎 达摩坎的是吧 我能我,我出去看一下吧 嗯,可以 嗯,我出,咱们出去看一下啊 各位处友啊 这件我还没问题啊 确实正如人家所说的 要艳南文资金 这个料子,看看这个皮革 摩哥龙呢 也是一个小厂 摩哥龙出水石比较多 这就是半山半水石 刚才大哥呢 说这个是达马坎的 他不是达马坎的 达马坎的一个特性是 色吃物 物吃色 然后呢色吃皮 然后呢物又吃皮 他属于那种皮肉不分的啊 你看这个,这个料子就不一样 上灯看去啊 皮是皮 物是物 肉是肉 都很分明的啊 哇,这个皮革看的真的有味道啊 而且里面还有雪花啊 啊 冰飘雪花的 这个冰感 荧光 水头 总分真的够老啊 哈 这是这块原石皮革最老的布啊 这水路看 差不多 应该有个两公斤多 后边也有表现啊 哇 这个料子真的可以直接收藏了 这个皮革真的非常舒服啊 油黄油黄的皮革 包姜了这个皮革啊 这个东西真的老啊 实行也好实行也好 而且又拙了 这个东西 开出一条拙子的话 肯定是七位数了啊 取牌子的话 挂件肯定也是随便取的 跟大家再普及一下啊 摩克龙这种厂口呢 跟帕杆厂口 还有大马坎厂口 都非常近的 属于一个小厂 像这种摩克龙呢 他已经很早很早以前 就八几年的时候 基本上都已经开坦没了 他说是他老岳父送的 也有可能 因为说当时这个东西啊 并没有说现在炒的这么高 可能说姑娘出嫁 然后呢 赔送了一点石头 当地的特产 是吧 嗯 跟大哥聊聊 问问这块东西多少钱 合适的话呢 价钱合适 除了能接受呢 咱就把它收了 好吧 走 大哥 我看了一下 你这个厂口啊 不是大马坎 是摩克龙的 大马坎的油性呢 还要比这个还足 但是这一块呢 是半山半水石 大马坎属于那种皮吃物 物吃色 啊 它属于皮肉不分的 你这个界线分的非常清楚啊 摩克龙典型的厂口 就是这种包姜皮 王沙的 而且是头层料 啊 确实东西也不错 东西也很少 但是说摩克龙这种 摩克龙这种厂口的 堵性非常大 要是说好的话 总水能达到高冰种 如果说要是说不好的话 那个 也是不好玩的 啊 但是说看你这个脱沙漏肉 这个地方看这个你是 之前是弄了一下哈 之前是给他擦了一下 擦了一下 拖沙漏肉这个位置 他简单的擦了一下 啊能看到一些表现 总水不错 但是这一条水路呢 就是能看到中间吗 就在中间这个位置啊 下边呢上灯呢 还要去 还要去搏一下 啊 你这个打算卖多少钱呢 这个300万300万卖 300万卖 多少300300万 300万有点高了 不高啊 这个 超凉的 这个东西又不是说明料 你这种堵料的话 上灯就是这一半的表现 确实有点高了 啊 你要是说以达马卡的厂口 来看这块石子的话 你看300万绝对是高了 好啊 你好好看 真的是高了 嗯 但是说要是以这种摩托龙厂口的啊 如果说整体的预料没有变种 没有变色 然后呢 种水化的又很干净 全部都是雪花棉的话 可能也值 但是这个料子还是有一点风险 啊 我要给你出口价格呢 高高给你 高高给 刚刚喂 刚刚喂 大六能谈吗 不行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80万不行 80万不行 不行的 嗯 这种货呢 取牌子市面上可能说能达到小六的价格 应该有啊 小六价格应该有 所以说要堵的话下面变有变种 其实玩笑还很大啊 你看前面上面这个沙力感啊 非常紧实 而且能有油性 你等到下面这个位置就不一样了 下面这一坨的话基本上看着 嗯 也没什么表现啊 变种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说我就是能看到这一坨的位置 你好给吗你好给 这个好的这个我 西夫结婚的时候他爸爸送三个 送三块 三块 只有两个 两个卖的 只有这个 两个之前卖的 这个是最好的 这个 要那个山庄 要要做那个山庄 要 所以才那个卖 让你们看所有院子给你们看看 你在准备在这扩建山庄 哈哈 我不想去啊 陈寅段 这里这里 这里舒服在 山里面肯定是好啊 这是你有钱人的想法 有点山庄 到时候我山开了 你们来来坐开啊 可以 肯定肯定的肯定的啊 你们来坐开 这里 八十万真的没炒给你的 现在 虽然说这种厂口非常少呢 厂口少的话 每个厂口都有好东西 对不对 八十万差不多了 太低了 这个我以前那两块都卖 卖了三百的 以前两块都卖三百的 三百的 这个是最好的一块的 因为朋友 我放这 朋友介绍的 我也不乱 我也不乱跟你 要不加 所以说 要不你考虑一下 这个太低了 加 加 不行了 这个加 九十呢 九十也不行 你看嘛 你好好看 你像我们玩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你看完这种好的了 看这种嘀嘀摸摸的 看不上眼 嗯 所以说我给的这个价格 我是很实在 我也是也很有诚意的 匪翠这个东西 讲看多少给多少 我不知道你 接没接触过匪翠这一个行业 这个过百的话不谈 就是 你好好看 不过百 那一定要过百的 这个以前我卖的都是一百一百五 一百五点 这样的 两个都是三百的 你好好看 过百的话真看不到的 看不到就不行 看不到我就 那个 把料子收了 我就 不行了 你喝茶嘛 你喝茶 九十真的不考虑了 啊 不考虑 九十万的大哥啊 这种料子 不行不行 不行也太低了 那咱们喝喝茶吧 反正也是不忘此行吧 来到大山里面看看还是挺好 大哥可能不知道现在匪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 确实我没烧给的 哎呀 我老婆和我商量过了 就是说最低就是最低价给你就是一百五啊 那个都是很漂亮的 她说很值钱的 但是我三百低了我不买的 三百低了都不买了 那东西不值那么多钱 我家嘛 肯定给你挣 还能充个几万块钱上去 九十五啊 九十五不行啊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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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五十是最低的 一百五十是最低的 真的 嗯 大哥那我也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您考虑一下 反正你不有我联系方式吗 价钱我出到这块 如果说你感觉合适呢 您随时联系我就行 好不好 嗯 好可以这样也行 是吗 你考虑吧 我考虑 我不用考虑 我既然说能给到这种价格 你给我我就拿了 不用考虑 是吧 嗯 那我就走了 那慢慢走 不耽误你时间了 我看你这也挺麻的 是吧 那我走了 我们从大哥的民宿出来了啊 真是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 很朴素的一个大哥 家里面确实有好东西啊 可能是在我这么小的时候 二十年前嘛 他结婚岳父呢 给他的见面礼 因为说缅甸呢 你也知道 只能就是说铲石头啊 是吧 然后呢 人家确实也舍不得卖 当我给他八十万九十万那一刻呢 大哥眼神里啊 就是 没有透露出那种 一丝丝喜悦啊 一丝丝 就是说那种冲动啊 像普通人见到八十万九十万 确实会有这种表现 但是从他的眼神里 我没看到 可能 一是人家东西好 二是呢 这么多年了 他可能作为一个 他一路走来见证的东西吧 然后跟他老婆 是吧 就是人家舍不得卖 然后呢 咱们就是 对 对 对